这一阵子以来我怎么样打这个选战 我想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那我也很谢谢 包含网络上的网友针对一些议题 大家都非常热烈讨论 比如说核二核三厂的演绎问题 或者这个松山机场有关牵引的问题 那在这边呢我也可以特别跟大家报告 比如说核二厂核三厂的演绎 那么我也注意到在昨天一个最新的消息 也就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他也提出来一个因应全世界的能源危机 那么所以日本现在也开始慎重在考虑 要让那个核电厂来演绎 那么他们大概在明年二月份呢 会提出具体的方案来向国会报告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应该关心的议题啊 能源问题对台湾不重要吗 难道不是国安的议题吗 那么人民难道不关心缺电的问题吗 他就指说您因为都一直叫人家下台 所以没有什么好辩论 会不会觉得他是在闭人家 我想已经好几天了 那么吴亦农先生可能用各种不同的理由 来回避辩论的这个议题 那我想我尊重他 我其实很早就开始提出可以邀请吴亦农先生来辩论 那么这跟民调事实上真的没有什么关系 林一华委员他其实是非常优秀的委员 那么也有丰富的行政经验 那么我想这个蔣官市长延览林一华作为副市长 那他也跟外面报告 就是不管他在国会相关的法条的审查 或者是他的选民服务 他都做了最好的安排 有关我的问题 其实我很早都跟大家非常诚恳的来报告过了 第一个这个时间他提出来非常突然 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在整个过程里面 当时的柯市府有没有充分的跟朝野的政党议员 有没有充分的说明沟通清楚 当天现场没有一位议员针对这个复议案提出来附和市府 那所以我想这也凸显当时的柯市府 并没有好好的跟朝野的立委能够说清楚 我不晓得他讲这个话题是在整个检讨政府的施政吗 我必须讲绝大部分的公务员都是战战兢兢 坚守在自己岗位上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让我们民众非常不满的事情 常常是一些位居高官他们所做出来的决议 或者他们非常的狂妄傲慢 我举例而言 现在这个有关于疫苗问题 政府党疫苗难道要怪罪这些基层的公务员吗 当然不是 所以我觉得要检讨公务员 还有我们这些政策 应该从这些位居高官的 这些他们错误的政策 以及他们傲慢的态度 应该先开始检讨 我来说 等下来 谢谢你 我的名字 臨意 自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